我還蠻想要知道科幻小說這個文類比較特別 有些人說科幻小說的始祖 第一本是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 可以請光磊跟我們聊一下科幻小說這個類別好不好 科幻小說這個類別比較明顯出現 是在大概工業革命之後 然後大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 那時候有非常多的科學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科學算是大躍進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其實熟悉的科幻經典 大概都是那個時候出現的 包括凡爾納的地心歷險劑 海底兩萬里 威爾斯的透明人時間機器 然後科學怪人也大概在那個時候前後出現的 那那個時候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 大家對科學充滿了某種幻想 我們那時候人相信科學會把世界帶到一個更好的地方 因為我們發現了 比如說要先從蒸汽機的發明開始 不用馬拉車了 然後一直到19世紀末的時候 電發現了電 然後發現電可以拿來當能源用 還可以把黑夜點亮 那時候人發現認為說科技科學 是可以把大家帶到一個更好境界的 所以大家對科學的新發明會非常的好奇 所以像馬力學來聽到電流通過青蛙的腳會讓青蛙的腳 會跳一下 會讓肌肉有反應的時候 他就會去想 那如果我們把人的各部分組合起來 通過夠強的電流 是不是有可能讓這個人復活 七死回生 對 那就變成 這是科學怪人的這個想像 那當地質學家發現說 某個地方 北歐的某個地方有個大洞 然後看起來像是火火山流下來的這個遺跡的時候 法蘭娜就會去想說 那從那個地方往下探 是不是我們有可能去地心 那地心會長什麼樣子 對 這是他們地心歷險記的這個原初的構想 對 那時候的小說家們會從這個地方去想像說 世界其實會變成什麼樣子 一路發展下來 科學科幻小說開始發展出不同 自己不同的流派 那有些是 他們會很注意科技發展 一有新的科技發展 他們就先把它放進來試試看 對 對 那有些是非常非常會奇想 對 就是他們的 他們利用科學的名詞 對 去包裝他們的幻想的本質 例如說 其實我們剛提到了像威爾斯 威爾斯的時間機器 他理論上沒有講任何的 沒有理論基礎 對 他沒有任何的時空理論基礎 他說我這個可以化月時空就是可以 有人發明了 他一開始是大家在那種英國的鄉生 在鄉間別墅聚會 然後過了一會兒 那個主人從隔壁房間出來 主人說我剛才到了三十萬 三十萬年後 就是他說了算 那就是他 反正他就是去過了 對 威爾斯是比較容易 是比較容易這個樣子 所以他比較奇想一些 可是科幻小說 有一點很有趣就是 他也具有某一種預言型 就是說他事實上基礎於我們現在的科技發展 你等到時間累積夠久 真的很有可能科學家是會發明出這些東西來 然後他其實是有可能成真的 有些是有些的確如此 在八零年代就已經有人寫出Cyperspace網路 網路 對 就是說在臺灣要出這樣子的一本書 要花你們很大的力氣 就是我們一般都直接說科幻小說 在臺灣是一個票房毒藥的概念 就大家會看科幻電影 但是也許是因為大家都看科幻電影 那就非常習慣那些什麼設定 那你用看的視覺很容易吸收 是 很容易解釋 但是當你要去看文字的時候 你還要自己花很大力氣去想像 那可能相較之下 就沒有那麼有吸引力 所以歷來科幻小說 如果說你就告訴讀者說 這是一本科幻小說 幾乎都賣得很差 所以以至於後來 出版社就要想盡各種方法去騙讀者 就把它包裝成說 這不是一本科幻小說 這是一本 可能你去強調他的愛情 或強調他的某一個有趣的設定 或是說有一個什麼樣的梗 然後先把讀者騙進來再說 那讀者進來覺得說 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開始看 看到一半發現說 這其實是科幻 但是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懂 那就OK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想辦法 把它騙進來的話 他直接看到科幻 他直接就走了 最有名的例子是羊毛記嗎 羊毛記應該是這一兩年 比較特殊的例子 他其實是科幻小說 對 但是他整個從包裝到宣傳到推薦 都跟科幻 他完全不提科幻 他比如說羊毛記是一個不知道是什麼的書 對 因為像這個當初我們就有聊到說 我本來給他取的書名是羊毛戰記 然後那個出版社 議員那個陳中生他就說 這萬萬不可 因為你一看到戰記 人家就會想到說 這要嘛就奇幻要嘛科幻 對就是一個感覺很很男性很陽剛的的名字 那你羊毛記就讓你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就會有一點點勾起你的好奇心 然後他的確也賣得很好 對 然後他的整個文案 他的推薦詞都跟科幻 持不上關係 然後那時候甚至一度剛好碰上洪仲秋事件 所以他還那時候還改了一個紓邀說 就是什麼政府什麼謊言 什麼殺人啊什麼 就那時候我們都覺得說 會不會他賣得好 跟當時社會氣氛有一點關係 是 其實對照現在的社會氣氛的狀況 剛剛臥府這樣講 我也覺得這本書跟現在的臺灣的時空 或是說我們放大一點來看好了 跟國際上面的情勢 也都還蠻可以對照閱讀的 是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在承平之事啊 就是大家不太會注意到 對 那或者是在非常緊張的時候 大家容易去容忍他 對 比如說我們從前的戒嚴時期 其實有非常多不方便 對 要出國不方便 要旅遊不方便 晚上要出門也不方便 但是在某些時候 在我們想像中那個 還要反攻大陸 或者是還等著被人家打過來的時候 那個緊張的情勢下 有些東西你會覺得 好像會被犧牲 但是當這個情況變得不一樣的時候 權力階級不見得會讓其他人 很明白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他們也不太願意 會把權力再放 再放回來 那這個時候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就是 或 或者是資訊更流通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發現 就就像帶路他看到 其實地面上 對 完全都是城市 那當他的資訊 他的連接不一樣的時候 這些人就會想辦法說 我要改變這個 改變這個世界 那這些人跳起來講的時候 我覺得社會 我覺得這幾年非常明顯的是 像網路的使用 從莫莉花革命開始 這網路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些人可以在主流媒體不協助的情況之下 快速地達成某種動員 對 那我們會覺得說 現在這社會好像變得比同仁更亂 其實我覺得倒也不一定 是 只是現在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然後覺得說 自己應該要做點什麼事情 沒錯 有一天就想說拿起來看一下 一看就覺得說 一發不可收拾 驚為天人 覺得是神作 那我高生其父的方式 就是寫非常長 非常詳盡的書訊 就寫了一個五六千字的文章 介紹這個東西 是